林静娟老师哭泣着说 我是某学校幼保科毕业后 才到位于台北市仁爱路健康幼稚园工作的 慢慢才担任中班的导师 我非常喜欢小朋友 因为我的家教很严 小时候父母亲都教我们要好好尊敬长辈 爱护幼小 因此我才会读幼保科 做那群可爱小朋友的老师 叫他们读书游戏和他们一起游玩 那天车子到达桃园 也就是出师的地点 车上却忽然发生大火 原本我有逃生的机会 可是我回头一看 大火正无情烧向那群无知可爱的孩子们 于是我又冲回车子 上去救那些被大火吓得惊慌失措 哭喊爸妈的孩子们 孩子们哭着喊妈妈妈妈 我一面救孩子 把他们从打破的窗子丢下去 一面用身体护着哭泣的孩子 可是大火蔓延得很快 不一会儿 逼我们到车尾 我们走投无路了 逃生无门的情况下 我围着孩子 与孩子们活活被大火烧死了 我遭遇此劫时 年纪是32岁 灵体便离开了肉体 当我们灵体往下看 失事的现场 我们的肉身 被大火烧得体无完肤 我和孩子们都不相信自己已经死了 想挣扎着游回去 可是也没有办法了 这时候 我看到很多无形的冤茧 排列在两排 等着托孩子们下去 个人累世的冤茧 火会烧得这么迅速 也是他们在助长火似的 因为我们共同的业力到了 会被一起烧死 这时我也看到一位 很像电视上所看到的那位技工形象 他告诉我说 他原本是无形无相的 但是因为要让我了解 他是技工活活 所以才显现出 人们心目中这种形象出来 给我明了 他告诉我 原本我若逃过此劫 我还可以夺活十几年的岁数 可是无形中 良心却叫我救那群可怜 哭喊的孩子 这个一举客家 所以他才会来接我 而孩子们 却被无情的冤茧给托着 他们挣扎地哭啼着 谁来救救我们啊 原先我以为 我们人死了 都能像在阳间 带着他们一样 一起下阴槽地覆 可是事实却不是 我想的这么一回事 个人有个人累世的因果 而他们必须到不同的地方去受刑 冤茧很凶 要拖他们去 后来 我又看到一些 先佛出来劝他们 能平息怒气 化解仇恨 经过先佛的劝话 他们才慢慢平息下来 先佛又慈悲地 带走一些冤茧 林静娟老师继续说 季公恩师告诉我 人死的那一瞬间 善恶的念头是很重要的 好的念头 善气冲天 而坏的意念 相对的也一样 差别很大的 因为火灾现场 我当时 兴起善念 冲回去救 被大火围困的孩子们 先佛说 这种善愿从天 天界都看得见 因此 才接我到玉皇大帝那里去 玉帝一查 我因为这一点善功 说我可在气界当修炼女 可待五百年 我今日能来此结缘 也是为了要印证天道的宝贵 因为我在世的时候 并没有求过道 不能参严佛力 因此 我死的时候 灵体不是从正道出来 而他们告诉我 没有求过道 不能回礼天 当末节来时 将会被打成残灵 我这时才知道 天使的紧急 以及被打成残灵的可怕 我在世时 平时并没有 记下什么大的善功 只是一个平凡的俗女子 能来佛堂结缘 世纪公恩师 说因为我的事 在人们印象中 还很深刻 要我出来打帮助道 让更多的人了解 三朝普渡的意义 希望人们能来求取大道 拯救更多的人 我们出世后 我曾看见孩子们的家长 以及很多不认识的人 到现场来救我们 还有一些政府官员 也曾到我家去 慰问我的父母 我的家境并不富裕 当我死后 社会上的一些人 为我募捐 也以我的名字 成立基金会 更有一些企业家 他们也替我 建卑立项 我何德何能啊 让这么多人 为我操心 可见 社会上 有善心的人 是太多太多了 我们出世后 孩子们的家长 和我的父母 为我做功绩 请人替我们 做头期 与诵经 我都有看见 可是 那种功德 回向给我们的 实在有限 你们要知道 真正获取功德的 是那些 口里诵经的人 而你们 烧民纸 纸屋 洋屋 汽车 给我们 我们也用不到那些 只是安慰你们这些 洋世间 活着的人 的心里罢了 还有一些人的观念 认为 在世为夫妻 死后要葬在一起 才能在阴间里 长相厮守 其实 这也是错的 人死后 有个人的因果要受 在生时 都不能同时了 哪还有可能 死后聚在一起呢 像我和孩子们一样 虽然死时在一起 可一到地府 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 真正的功德 还是要靠自己平时 一点一滴 慢慢累积起来 求道 修道 成道 修自己内德 加上外功圆满 才有办法解脱 我们快被火烧死时 眼睁睁看着大火逼近 我们一直退到车尾 可是却求救无门 而活活被火烧死 死后面目全非 体无完肤 是多么凄惨啊 可以想象得到 世间人 他们在杀深处 也如同这种情形一样 非得逼杀他们到绝路 眼睁睁地看他们残酷 痛苦地死去 还吃他们的肉 喝他们的汤 啃他们的骨 我们的人被烧死了 又会觉得不忍心 何况那些畜生 和我们一样有生命 是同一个母亲之分铃下来的 只是他们前世做不好 修得不够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